年兽 他们跟上来了 我们走 他们打开了通道逃走了 快跟上 别想跑 计划成功 我要攻占节气地地 把节气精灵都关起来 让他们也尝尝失去自由的姿务 老大加油 老大必胜 开始战斗吧 人哪 人哪 这么重要的大殿 一个人都没有 老大 你看 老大 这可能是陷阱 怕什么 本年兽 现在可是完全体 快 快 大家一起修复必胜 别让年车又跑掉 好漂亮的光照 好大 这是 修复避障也没用 我有神器在身 随时可以破开 对 没用 老大最棒 有胆就跟我来 老大 这头蛮牛不对劲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所有的阴谋都是纸老虎 现阳 放马过来 太狂妄了 想跑 看我的血团爆炸 分身 好冷好冷啊 成功啊 来来来来来 小小诡计怕你啊 灵泉泉水浓量补充 好厉害的冰冻啊 神兽地兽 撑住 看老大华威 这是 Yay 不过如此 有能量的感觉真是好啊 被用计划启动 走 老大 讨厌的声音 你们真正恶弄我了 啊 开始吧 四处轮转 节气加油 啊 还有 我还有 你们困不住我 老大 好痛 好痛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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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年兽应该是吞了太多的爆竹 如果爆炸 如果爆炸 结起基地 只怕会被炸毁 大家都会有危险 赶紧先把他吹吐 对 吹吐 老大 老大加油 吐出来就没事了 啊 啊 要不打120去医院吧 这里是节气基地啊 哪有什么医院啊 现在制作催肚药也来不及了 莉圈姐姐 只能请你来了 我 对 不用 不用你们假考虚 啊 啊 不好 精灵们快坚持不下去了 哟 是 太好了 是 是徐老师 不着急问好 先解决年兽的问题 老大 你没事了 吓死我了 除夕夜的危机终于过去 忙于研究工作的爸爸妈妈 传来了好消息 暂住在平渡家的生活 也即将结束 爸爸 妈妈 研究工作结束了 明天回来 太棒了 青仔 快点 去接你爸妈 来了 来了 我会遵守秩序的老师 不过我还是喜欢有能量的感觉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一年中太阳 时令 气候 雾后等的变化规律 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 它确定了四季交替的准确时间 概括总结了自然规律的变化 指导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 两千年前 中国古代天文力算学家 西汉时吉莫的徐万居和长安的徐宇 在验证太初力的准确上并列第一 促使太初力通行全国 二十四节气在2006年5月20日 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16年11月30日 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十四节气大家都记住了吗 再见